就说这个页表页里头 它这一块它的高度 就说不是520了 是吧 应该是一个 是这个高度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 办法应该说有很多 有很多 我们刚才碰到一个什么障碍呢 就说这个地方呢 咱们这两个选择器 它是一个同级的一个关系 咱们不好怎么去 不好怎么去处理它 那么我们前面在讲 这个选择器的时候 大家听说过一个叫 交集选择器 听过没有 然后咱们可以用 交集选择器来处理这个问题 也可以呢 用这个 咱们后面会学那个CSX 有这个叫什么 属性选择器啊等等 那咱们用一个最简单 最大家能理解的方式 就是什么呢 我们说了 每一个HTML文件 咱们得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这个文件里头 独有的那个CSX样式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你看 咱们做这个 index页面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index.css 那么同样道理 咱们做list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list.css 对不对 所以咱们建一个list.css 然后在这个里头写那个 那个点 NIV 咱们把它这个高度 把它改成咱们需要的高度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页面里面 当前这个list的点击区下面里面 咱们是不是得引自己这个页面独有的这个CSX啊 对不对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页面里面的css 就这个css 它是在咱们引用那个公共的这个部分的后面里面了 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里头写了一个高度值 在这个地方写了一个高度值 然后你在hide里面是不是也写了一个高度值啊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以谁为准呢 那你先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不是上来了呀 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明这个 这个高度 在哪呢 在这 是吧 你看 它是不是两个地方都设置了呀 但是 但是这个hide的CS里面设置三段视频就怎么样 三段视频就被覆盖掉了呀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可以这个 根据这样的事物啊 咱们咱们前面写的这个部分 咱们前面写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把这一段代码 是不是也可以拿到这个 neas.cs里面来 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对吧 就说我这个页面里面独有的 独有的这个功能 在neas的页里面 所独有的这个样式 咱们放到这块 放到这块 效果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好 那这个地方跟大家标注一下 就咱们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写的 就说 在这个列表页 列表页中 nav的高度 是特定的 是特定的 它是与那个 与indice中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样 这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在列表页中 那么默认 默认这个 全部分类这块 全部分类的这块 是隐藏的 是隐藏的 所以咱们这样写以后 可能 就是说 会更加的清晰些这一段 然后这块被盖住了 被盖住了 我一看 那么这个被盖住 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可能是这个Z页带的出口 是吧 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也有可能是 我没设什么 但是做的时候 是没设那个 给你颜色 对不对 background的 就说 那这不就OK了呀 所以咱们把这句 签对是把它 把它补上去就OK了 把它补上去就OK了 244 再 244 加你 加一个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就 这个小bug 就小bug 就相当于是解决了 解决了 好 然后这个 关闭这块呢 我稍微设置一下 这块应该是一个什么 说不应该是一个定位啊 对吧 然后这个底下有一个 十个像素的那个边具啊 咱们也没设 十个像素的边具的话 相当于是在这个地方 加个 MB MB MB10 然后呢 这一块 这一块这个 GS 咱们应该写到哪里啊 咱们是不是得 重新建一个GS文件 这个就不能写 index这个名字了吧 是吧 应该写什么名字啊 是不是要写 mease这个名字啊 对不对 mease的GS 那保存一下 这个贴过来啊 贴过来 这个就说来控制这个 分类 分类啊 全部分类啊 全部分类啊 这个隐藏啊 还有显示效果 就用这个来控制 然后咱们只需要在这个最底下 是吧 这个地方啊 GS也得隐 然后 这个是不是也得隐呢 对 这样就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然后咱们把这个 全部这个地方也做一下 全部呢 刚才是 呃 就这里啊 这个关闭啊 关闭这个地方啊 咱们可以给它 去设样式 那么在写样式的时候 我跟大家 说一个基本的原则啊 基本的原则 就是咱们这个地方 已经有ID了 对不对 那很多同学可能就说 哎 我是不是就直接可以在 在这个 呃 mease.css里面 比如说咱们就这样写 ID 写这个 呃 呃 perlition perlition 等于这个 absolute 啊 然后快速写下 top top top是0 top是0 然后right是0 那么它会相相对于 呃 咱们那个负极元素 那负极元素是谁呢 就是这个 就这个adv 是吧 这个adv 那么 它的负极元素 啊 perlition perlition 等于relative 那这样子做 你用这个id选择器 你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啊 它可以顺利的到这里来啊 就挡住了 就挡住了 这个颜色 颜色比较深啊 那你稍微的给它 加个背景 好吧 地方我就简单的设置一下 简单设置一下 就这个意思啊 那我想说是什么呢 你这个id选择器 尽量啊 不要使用id选择器 呃 为什么要说 我要说尽量不要选择id选择器呢 我在这个地方啊 笔记里面跟大家复明一下 在这个知识点里头啊 呃 这里啊 不要使用这个id选择器 选择器 去设置样式 为什么我要 跟大家建议这么一个 呃 一件事情呢 就说 这个地方id选择器 你不要 那么你最好是用 用什么 用内选择器 用内选择器 去设置啊 样式 啊 我不是说你不能啊 我是说你 不是说你不能是 就是尽量不要吧 这样的意思啊 尽量不要使用id选择器 也就是说你尽量 不要 给 不要 给这个 页面上的元素啊 添加 很多 这个id 那么除非 我们一般加id是什么用呢 一般我们加id 是一定会跟什么有关系啊 哎 一般加id是呃 是会跟啊 会跟这个gs相关的 比如我一看到id 我在你这个html页面里面 我一看到id 我就会怀疑 哎 你是不是跟那个gs 有什么勾当 有什么关联 懂了吗 那你如果是纯粹 是为了控制样式的话 纯粹是为了控制这个样式 你就不要给大家这个id选择器 懂我说的意思吗 好 这是一点 你说这有什么 很很很很大的一个壁端吗 很大的一个壁端吗 好 我来给你看一个demo 给你看一个demo 看你看看这个id选择 它会有什么问题啊 比如这个地方demo呢 我已经写好了 前面写的很简单的 我不用再写一遍了 好吧 这个 你看大家看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time的 是吧 然后呢 又有一个叫做apc的这么一杯地 假如说 我现在问你 这个apc 我这样输出来它是什么 报错吗 好 那咱们看一下 简查一下 你发现什么问题啊 你好像是说 这个apc就好像指向了这个div 对不对 这好像告诉我们一条福音 对不对 我要选一个元素 还要不要通过什么getelementbyid 好像是不是不需要了呀 说的 懂我说的意思吗 咱们要选这个apc 咱们一般是不是这样做的 比如说取个名字叫做 document.getelementbyid 是吧 咱们一般是不是就这么选呢 那么选了之后 咱们才才知道这个a的是什么 对不对 现在咱们把a说出来 那你们会发现 我好像可以不劳获了 直接就可以得到这个abc 那我干嘛还选这个a呢 然后你看他们两个相不相等 等于b 等于abc 他们俩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一样的 那这是一个什么神奇的情况 那就是你用一个id以后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给我这个 给我这个文件里头 加了一个变量一样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能不能理解 就好像说我这个 加了一个变量 就叫abc 加了一个变量 就叫这个timer 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去使用他们 但就是好事还坏事 这好事还是坏事 加了一个buck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异常情况 那么这个异常情况呢 我建议你们 例如这个异常情况 千万以后写代码的时候 不能这样写 不能直接通过id名去访问他 一定要老老实实的通过什么呢 get element by 去访问他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在这个给一个元素 添加id后 相当于是 在给整个这个html这个文件啊 就是这个啊 或者说整个啊 整个html对象 html 文件中的 这个window对象 当然这个大家还没学过啊 我只是给大家提一下 添加了一个属性 或者说你就可以理解为 理解为多了一个变量 理解为 多了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啊 是由于你加了id后 相当于是这个啊 html 或者说这个浏览器吧 浏览器 自动加给你的 啊 你可能 你可能 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啊 是不是啊 你可能自己 都不知道 所以他做这件事情是很 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莫名其妙啊 你明明说我没有定义ABC这个变量啊 是不是啊 他为什么会有值呢 是吧 搞了自己莫名其妙 那所以呢 并且啊 在 不同的浏览器中啊 这个支持啊 是不一致的 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说 有的浏览器支持 有的浏览器就不支持啊 A浏览器就不支持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 不要 轻易 不要轻易给 给元素 添加什么 ID 这不知道原因了吧 哎 然后 并且 这是第一点啊 第一点 不要轻易的给他加ID 第二点 获取元素 获取元素 也要 通过 这个标准的 这个 get element body 这种方式 来获取 所以就是说 你如果是 单纯的是为了控制这个样式的话 就千万不要用这个ID选择器 好吧 千万不要用ID选择器 那这个地方呢 回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啊 你用一下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不是说 我严格禁止你用这个 ID选择器来设置这个样式 我只是提醒你 你 控制样式的时候 用类选择器 不要用这个ID选择器 OK 好 就是关于啊 这个问题 就跟大家说一下 说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这个列表页呢 我刚才啊 我刚才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 那个 基本的那个 内容给大家啊 基本内容给大家 然后你们就照着这个结果 就让我前面教了个方法 快速的把它写一下 好吧 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是DIV点 这个是search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图像 就是这个 里面有一个 这个吗 你把它往里面一引就可以了 是吧 然后 这个东西吗 看看没有怎么样 就这东西没加了 是吧 这东西没加 加上去之后 快速在这里了 就是相当于 你还是用这种方式啊 快速的把这个页面打击起来 我现在快速跟大家搭一遍啊 这是第一个 然后 这个main 配置啊 下一个吧 然后现在就是 下面是 你要做一个 一左一右的 就这个 下一个吧 就在右边 是吧 这个main就在正中间 现在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前面说过了 就这一块了 咱们就尽量不要用那个什么 不要用浮动了 好不好 好啊 不要用浮动了 不要浮动你可用什么 你可用那个 很多选择吧 对不对 很多选择 好 来 用这块 编 啊 叫做这个 content content 好 一左一右放 啊 我们来试一下啊 会试图啊 不要去用这个呃 浮动来做 好 编 呃 这个叫main 这个区域 然后啊 他们就放在这个里面的把这个东西往这里放啊 这是一边啊 另外一边啊 叫做 呃杀的啊 杀的啊 好 然后这个里头呢 也来啊 丢一张图像 丢一张图像 丢到这里头去啊 呃 就放 先放第一张 OK 那么现在 咱们来看一下 他们俩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刷一下 他们俩肯定不会老老实实的一个靠左一个靠右 对不对 他们现在是DIV嘛 是DIV的话 那肯定是 是独占一行的 然后现在呢 咱们把它改一下 对不对 咱们在框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装饰器 装饰的东西啊 咱们是不是可以用是吗 加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好了 咱们看看 来 给他俩一加 是不是也相当于是达到这样一个浮动的一个效果来啊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后面啊 你再往后面加啊 我这里头啊 图片都跟大家准备好了 就是说你做的时候 可以稍微有一个参考啊 就不用 呃 最后的效果呢 大概就是 放不下来吗 怎么好几下来了 看一下啊 看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 换一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那为什么放两个问题呢 看一下 这闹什么毛病 哎 放两个什么就编这个呢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是一个inline block 是不是啊 这是不是也是inline block 两个inline block 它默认会怎么样 它会是不是并着放 并着放咱们这个宽度还够不够 是不是就 咱们这个宽度是不是就不够了呀 不够了你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 咱们比如说 用一个 总共呢 给它设个宽度 对不对 总共给它设个宽度 设个宽度之后呢 这每个元素就让它顺着底下排 顺着往底下排 因为那边我们试试宽度啊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啊 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我放一个在这里就行了啊 大概在这里就行了 那这个就咱们啊 这个阶段要努力的这个目标啊 要努力的目标 当然这个呃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用inline来做的 所以所以你这边下面有没有靠边啊 是没有靠边啊 没有靠边的话你可能还要设计些什么 设计什么margin或者是piling值对不对 在那靠边去啊 你用那个inline block把它试一下好吧 嗯 那么 这个页面大家就先坐着 好吧 先坐着 然后有问题的话再问我 我会不会是用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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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感谢观看